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对邦寮到台湾的台湾时间 列车已经停开 现在也开动了公路的接触 这是他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革命地区收到西南气流的侵蚀 两天来累这个豪梁是买书上星期八二三的合逅 目前在分林伊南都要注意到这波的西南气流 尤其在高雄也还有冰冬已经是季色的境界 这代表的发生是超大合逅 另外在北部也还有双区 是因为贵岛这个热对流发展 现在也开始在落后 除了西南气流 原本在广州东方海面有一个日台性格起码 在今天早上的正常 变成今年第21号的风台叫做阴影 保障是向流球来刷党 暂时不影响到台湾 第21号台风燕子 它目前的位置是在俄罗安别东方 大约3900公里的海面上 外来两三天 它还是偏西的方向移动 下距离我们还蛮远的 所以它未来的移动状况 气象局会持续观察 那么气象局还是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提醒大家 其实今天在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 下雨的时间仍然是长 中间有时候会出现比较大的雨 另外午后其他地方也可能会出现 瞬间的强降雨 目前我们提醒大家 在大豪雨的区域仍然是高平地区 那望北像台南台东这些地方 则是有可能出现大雨或局部性豪雨 在望北云家地区和金门地区 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因为阿芳台在早上生成 在台湾非常好 而且是会向流球专用 日本本土的方向来走 台湾的天气也是主要 受到西南气流影响 中南部也还有台湾 整天都有起床的港湖 要等到明天 分佩大的社会向西边来刷党 好才有停下来的机会 年转这两个月落在最多 就是在冰冬 这次的西南气流 两天来也已经在冰冬的村子 落了超过550合比 在新城也有520合比 所以在新城上的港湖村 不早明天立水 另外还有林洛王企区的生得 因为台湾村 汽水都已经流过楼边的台湾 现在已经可以单耍通行 高通打开 欧群众一十条的 买楼变造是水楼 在我走到车站来走楼 大买楼还走不上当 来到航海底 水应该稍微推倒 转到走不上当 什么时候开始淹进来的 好严重 真的哦 差不多两点 两点开始下 我起来的时候是四点半 淹到现在 你看我们是到二楼的 那个楼梯的前方的 还有当时候现在有一点退 刚说两左右 还有一点倒退下来 现在还有退哦 现在一点点 你看到楼梯那边 刚才是在第二个 刚才是在二 第二个 所以一楼他们到 卡大夫那边那边那边 金座店最怕水 一楼他们到心惊惊 地盛更高的地方 他们照着经压搬来的刷包 趕快去刷包 我怕六丢在口上来 是是是 冰冬凌六 通往市区的台湾山顶馆 乎近大夫准的车堂 开水把楼 像是像河桌一样 大车小车 在可以停在另外一边 大河当中是山筋迈 警察在路口来指挥交通 像像河楼梯不错 不过也许有人不能 我刚才来都饮水的 整个都饮水哦 我刚才饮水不错 不错哦 不错 不错不错 一直在中我半天就要補 那时候车要刷洗到大火那里 不然我们要定下 我们要補那不及刷不及刷不及刷不及 大水没钱 饮料残地 甚至浸在水里面 烈心买人好想拿刷要洗你 希望天空白亚够疼熟 快让火停下来 台湾新闻冰冬报道 再来看高雄的红山含顶部 将落了几枚的大火 着水买抵 民众几枚都没睡 等到早上这水 渐渐抵抵抵抵 吃冠近来请你 红山上乘楼 饮水超过半的链子馆 有一些机车 只能用砍的过水 很多路也因为着水买抵 交通台湾 不止放山银 泳部的泳工路 竟然是到白眉 就泡在水里面 从14点的时候 有淹姆一刀木杂 抵抵抵输 到5点晚 5点晚 5点晚 再淹去 高雄市的人光路 水深一度高达了1米多 到了早上 雨是 entrepreneurship 水退去之后 很多民众赶紧清理家园 水这又淹 spoken 水末 getsер水都 大家就开始请你 因为连水渣望 都没法完全像水渣掉的 民众是一枚都没睡 从昨天晚上 十一二点到现在 人闭个眼都没有了 真的很累 好早上早上这水慢慢拿 民众总算可以好好请你 只希望大火 不可以再热 台湾新闻 高雄 中华报的 大约主席病院已经团队 起手在家里的当地 来照顾水环一后 向前的健康 今天一早来到中秋村 除了有中医疏 利用检查来环解身体上的生疼 也有新医疏随行 要来陪守在乡亲开港 你正面有点变头现发 给你开一些小鸟的吃 等于中秋村的好安公外面 大约主席病院已经团队 为主席的乡亲和父 感觉还收到盘子有的没有 这样也没有 还拨抬不下来说 丹兵要来用一下碰层了 有人添加感冒 如果发言 有的人是脚手的空脆受到感染 洗澡洗澡 你浸得多久就 刺了 弄得更滑 下雨积水没退 他们都想双脚泡在水里面 所以大部分都是泡了一个 那个脚整个溃烂 那句阿嬷脚手生疼 不过很怕在尖叫 中秋村是哪岸大哪楼沾 很快 你跟我说话就好 阿嬷只要穿着肉 你不想让我感觉 辛苦 整个头里面 很多都是有女婿的乡亲 到外面看白本来就不方便 水载过后 严格辛苦 主要还是跟他们多聊聊 因为我觉得毛病 其实都是轻微的 但是他们心理上 应该是压力都很大 雅英处 端拿出这个病院 已经团队 特别安排到心理师 来这儿听到乡亲的心声 述说他们现在的心情 或者是当时遇到水来了 那那个时候的 那个焦虑紧张的心情 是什么 那找到可以去 舒缓的一些方式 以悲也疑心 在水灾过后 除了是照顾到身体健康 身体内的压力 也需要来摆解 台新闻张柜端 郭继宗加疑报道 除了疫症 安心家风的脚步 也没停下来 加疑主的这天 在晨晨第三度 来到了泰宝的老宅社区 来尾门 桑上祝福类 也还有证临上人的尾门配 希望乡亲不会再走陷 有两天的娃小姐 水帖以后 自在几天再度拜访 在泰宝的老宅社区 一好一好 桑上祝福类 也还有上人的尾门配 这是上演写给我们 就是因为那一天 原祖 对 向后来 所以想要把你们照顾 让你们心可以安下来 不要安心 这个社区在几天前 大后来的时候 饮水一点理工厕馆 自在自在买到24 25这两天 三过节室 如今更再来拜访 乡亲亚世的基地 那一分的温暖 六十四回征秋盆 拨来这个社区二十多年 第一次赌到这么大的水災 想起带离家 那一天也是心驾驾 一一天也有恐懒 还 很多 всей Track 准备 你做完饱作对 真的要有一点 认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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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时间 好 是因為20多年來做環保劫下的縣 送上平安也還有幾天茫茫的關懷 希望所有鄉親心美又在怕 現在繼續向前走 台新聞 加吉波德 最大部隊看到靈感菩薩身體內容 為寡人有需要的人來付出 這不像人在今天的幾天早上上就開始 人生無雄最重要的是 要顧好人人的一點心 也計劃大家的愛 合和和博才能改善大環境 天天所接來的信息 跟水都很大的關係 人生就是無常事多 平常我們就要在平安的時候 就要借重鷹鹽來耕耘福田 就如馬來西亞也是企業家 他們工廠做得很大 他也感受到了環保的重要 跟他持續了解 了解持續 他們響應足同 人人都願意 那樣的愛心的方向是共同 所以核心 核氣 父愛 協力 人人反省 最多是一個大環境的改善 最重要就是人心 愛的啟發 一念心是非常重要 人人要死死 顧好一念心 以上是台記新聞的部分 繼續《國際新聞》 男總時間搞好立文 觀眾們午安 國語新聞部分 來關心一下國際的消息 緬甸洛新亞人被迫逃到孟加拉 已經滿一年了 聯合國成立的調查團 是透過了空拍的照片 文件以及訪問洛新亞受害者 以及募集證人 認為緬甸軍方違反人權 而另外社群媒體臉書也跟進了 是禁止緬甸軍方來使用臉書和IG 避免過度的渲染仇恨 衛星空拍圖可清楚看到 去年8月底 緬甸政府軍和洛新亞人 爆發衝突前 洛新亞人居住地的模樣 到了今年2月 全都被移為平地 聯合國去年開始 訪問800多位受害人 和募集證人 搜集照片 影片等文件 認為緬甸武裝部隊總司令 和5位高階將領 意圖屠殺洛新亞人 嚴重違反人權 應該起訴 放火燒村 集體性侵和奴役 過去這一年來 約有一萬 洛新亞人命喪黃泉 不只聯合國嚴厲事則 社群媒體臉書 周一首次破聽荒宣布 要刪除20個緬甸個人 與組織的臉書帳號 以及IG 杜絕散佈錯誤訊息和仇恨 迫害證據歷歷在目 翁山蘇姬 卻彷彿活在自己的世界 曾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歐山蘇姬 去年面對洛新亞問題就消極以對 直到這個月還堅稱 洛新亞號戰分子構成的恐怖主義威脅 仍然存在而且真實 洛新亞人被迫出逃已經滿一周年 危機依然無解 帶來新聞黃靖廷編譯 德國東部的城市 有一場慶祝活動當中 一名35歲的德國人遭次死亡 另外還有兩名的德國人是受傷 嫌犯是一名敘利亞人 和另一名伊拉克人 而意外發生幾小時之後 極右派的群眾是開始了街頭大遊行 結果和警方發生了暴力的衝突 德國另類選擇黨是號召群眾上街 約有100人聚集沒有發生暴力行為 但是隨後又有一場 約800人是參加了另一場的遊行 則是有人向警察丟持玻璃瓶 造成至少有一名警察受傷 而隨後社群媒體上面 就出現了許多移民被攻擊的問題 鏡頭轉回到國內來關心一下衛生訊息 台中市確診登革熱的病例是達到了20例 而且幾乎都去過大理開心農場 是屬於群聚感染 而這兩天衛生局在周邊的六個裡 來進行化學的防治周邊大消毒 原本民眾以疫情養性 種花種菜的開心農場 現在是列為危險的警視區禁止進入 登革熱進入高峰期 尤其台中大力接連傳出確認病例 衛生局進行大消毒 近來確診個案共同點是 大部分都去過開心農場 從病例居住地看來 也幾乎都在開心農場周邊 附近居民很擔心 走到就會就不好了啊 感覺有點恐懼啊 發生登革熱疫情的開心農場 圍起封鎖線 衛生局採集80個積水容器 發現其中超過半數呈陽性反應 可能滋生病沒 公告為危險警視區 擅自闖入可處罰還6到30萬 新農場本來是很健康 吃正面的事情 結果大家就是輸掉這個積水容器 讓它產生滋生文美 化學防治之外 請民眾注意自家環境 尋 稻 清 刷 共同守護家園 大愛新聞的亞萍李月維台中報導 台灣每年會至少增加 460位的腱凍症患者 而隨著這個病程的發展 患者會逐漸失去身體控制權 甚至到末期 連眼睛都無法控制這個眼皮跳動 這個時候能夠輔助病友 以及照顧者溝通這個眼凍裝置 就會派不上用場 而台北科大是研發了一套 智慧腦波溝通的設備 就像讀心術一樣 讓病友用腦波 就可以傳達精準的需求 戴上電極帽 可別掃看帽子上一圈圈的電極 這可是傳輸 劍動人想法的重要關鍵 電極接收大腦指令 進而控制電腦滑鼠 移動到yes or no的選項 進行選擇 方便無法開口表達的劍動人 傳達需求 讓他用腦波去選擇 12項他日常常用的功能 主動地去呼叫親友 比如說他想要抽彈 給他呼吸器不順 因為大部分劍動人 知道最痛苦的是這兩個問題 劍動人發病過程 腦神經會逐步退化 無法控制身體 最後連眼皮跳動功能都喪失 這一套智慧腦波溝通設備 恰好補足眼洞溝通裝置的不足 因為他可以很明確地去捕捉到 被照顧者他的需要 這樣子才不會產生一個隔閡 沒有一個很快速的一個 一個一個傳達到照顧者的話 那他的證明就在那一個瞬間 智慧腦波溝通設備 建立起溝通橋樑 準確傳達病友新生 也減輕照護者負擔 科技挹注讓醫療照護更有溫度 大野新聞李建歡台北報導 台電林口發電廠員工 連續三年是透過了 人文課程邀約慈濟職工 來舉辦茶會 而今年有200多人參與 而職工也準備了速便當 請大家用更環保的方式愛地球 吉祥月推廣摘介護生 北投慈濟職工準備了速食便當 前往林口發電廠 和台電員工們參與 台電他非常的肯定 我們慈濟人 所以他每年有一個人文的課程 特別地邀請我們 那我們就剛好安排在這個 企業吉祥業 因為台電的員工都非常的環保 舒適的話就可以減少一些碳排放 因為每個人都要吃飯 所以從舒適這塊應該會 比較容易著手 直到有一天我來到慈濟 志工分享如素姻緣 然後再透過影片的科學證據 邀約台電員工加入露宿行列 吃素確實對自己 對這個地球都是有好的 所以我是希望我們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 做為這個地球的一份子 能夠盡一點自己的心力 然後來讓這個 我們住的這個地方更好的話 我是覺得蠻認同的 我從入宿之後 我幾乎不看醫生 我的感冒都是會 用自己的免疫系統 他自己就會好了 然後所以在 不管在醫療資源 在整個環保方面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 品嘗食器制工作的素便當 台電員工一邊攪 一邊細細體會 什麼叫菜跟香 期盼透過醬飲食習慣的改變 快速幫地球降溫 台新聞 這是美志工 潘于華 黃耀廷 台北報導 而推動農曆七月吉祥月 慈濟是落實在社區舉辦 相關活動宣導環保 也鼓勵民眾 用正信正念來過生活 搬椅子 貼海報 慈濟志工把公園裡 運動的居民聚攏在一塊 沈光時間 大家來這裡 來關心環境環保的問題 農曆七月破明性轉正念 環保落實生活 開水龍頭也大有學問 大家準備準備 剩這根筷子會出現 其實不用洗 如果你大以這根筷子 那你就在浪費上 熱色變黃金 黃金變愛心 愛心變槍流 槍流讓地球 地球太熱了啦 生病了啦 對 那個 那北極的那個冰都一直融化 那個水都長高了啦 我們今天來學習 樂靈娃娃 襪子娃娃可愛嗎 可愛喔 慈濟志工利用廠商捐出的NG襪 教導社區民眾製作襪子娃娃 賦予廢棄物新生命 也如同農曆七月用新眼光看待 普度呢 就是你可以實實用普遍的愛心 去廣度眾生 那你實實心存散念 然後歡喜心 你就心中會無懼 一點小改變 一些正思維 吉祥歡喜不願求 帶來新聞 珍善美志工 台北綜合報導 而花蓮地區的慈濟志工呢 則是走進了菜市場 從白天到黑夜 拿著宣傳端 努力不懈 用行動來宣導吉祥樂的環保理念 菜市場就像是社會的小型縮影 儘管遭受拒絕 慈濟志工努力不懈 宣導環保愛地球的重要 這個季節就再下一個啊 再接再厲啊 我還是要做啊 這種工作 對地球好 我們還是要宣導 所以就克服一下 天色已黑 一行人來到廣場 志工依舊是盡全力宣導 也邀約民眾一同參與祈福會 觀賞學生演繹父母恩重 藍寶金 它是在敘述一個 小孩子他們從叛逆起 一直到努力父母甚至做錯的事 愛地球環環環 七月吉祥月 孝親月 志工宣揚環保 孝順的裡面 要讓人類生活的環境更美好安康 大約新聞專家 美志工葉朝慶 花蓮報導 學習做環保 香港美福小童群議會 是特地來到了大維環保站來參訪 有講解也親自動手做 讓大家對於資源回收的重要性 有更認真的體會 九位美福小童群議會的學生 特地來到大維環保站 他們是反速特工隊 顧名思義要推動 減少使用塑膠類製品 社工人員拿出手機 拍下他們看到的問題 我的時間 因為我站在那裡 已經有很多走出來的情況 真的很恐怖 然後還有很多東西 甚至乎還有電視機 志工講解地球面臨的危機 並且實地帶領同學 做飽特品回收 如何在生活中落實也提供了方法 剛才用很少水 用很多水 洗的都是一樣乾淨 有膠質要回收 不要浪費 只用兩邊都要洗完 以後就放入廢紙回收 這個其實都是用他們 親手做這個模式 都很符合到我們 很想他們親身去體驗到一些東西 然後令他們有更多的反思的空間 回到社區 他們將會是最佳的環保小健兵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梁昌才 林慧芳香港報導 自己的人生要由自己來揮灑 年輕人的活力 來看看這一群年輕人 是展現在馬來西亞慈少成長營 營隊中教育孩子要抛開教科書 而慈濟人文則是融入了遊戲當中 體驗大愛與熱忱 馬來西亞慈少成長營 精心設計各種好玩遊戲 讓大家從中體驗做人處事道理 勝過千言萬語 只要你相信那個人 你任何事情都可以達到 然後還有團結也是很重要 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最重要的是團隊精神跟永不放棄的精神 因為我們很害怕會倒掉 所以我們就放棄 可是過後我們就慢慢地去嘗試 把那個屋頂蓋上來 然後就成功了 跟人家講話的時候要看著人家眼睛 然後要用心感受人家的感覺 除了好玩還有好吃的 搭馬吉 DIY剉兵 顛覆了孩子對慈濟的客感印象 因為最後帶你去奧地利看看 奧地利的動物園裡面 年紀18歲的貓熊羊羊 看著牠拿筆畫在白紙上畫畫的模樣 只見牠大筆一揮 還頗有中國水墨畫的風格 相當有趣 以上就是這些新聞內容 感謝您收看 我們再會